希泽大人 我姐姐的伤可有好一些 好多了 过几日应该就能痊愈 希泽大人 昨日您有见过阿兰惹吗 并无 他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可昨夜我们倒是见到他了 是吗 在哪儿 就在那船尾 对 他呀 现在胆子可是越发的大了 我 行了 若无其他事 我先走了 希泽大人 您用过早膳了吗 不妨试 我回去用便试 我这儿有现成的粥 如果希泽大人不嫌弃 不如一起用早膳 也好 阿兰惹殿下到 好 好 好 原来这就是希泽大人 长得还真是风度翩翩俊朗不凡啊 可惜阿兰惹 竟和他没有任何缘分 阿兰惹见过菊娜姐姐 你可来了 等你好久了 坐吧 好 姐姐这儿好宽敞 比我那儿大不少呢 那是当然 姐姐可是大公主 自然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这不 姐姐手受伤了 就连希泽大人也心机万分呢 这长地还真是个过躁之人 这两姐妹对自己姐妹的夫君这样亲近 也真是不避嫌 罢了 管她呢 我赶紧吃完 且去找师父 我饿了 我先吃了 阿兰惹 昨夜你在哪儿休息的呀 我问你话呢 你一问我话我就一定要回答你吗 你 安兰惹妹妹 你不会是看希泽大人在姐姐这儿诊病 心有不悦吧 怎么会 你们诊你们的 只不过 指不过什么 只不过希泽大人是为了给姐姐看伤而来的 如果姐姐的伤好了 她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那姐姐是希望这伤好得快一些 还是慢一些呢 你 你说什么 好了 我吃饱了 多谢姐姐款待 告辞 你 瞧我这记性 今早约好跟莫绍一起去追江峰 看美景的 我先告辞了 以后再来讨扰